喀什京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训练及执勤动作规范流程 喀什京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批准2016年12月20日正式成立 是经营人房、寄房、安保服务的专业保安公司 下辖夜城县、泽浦县、刹车县、麦盖提县、保安四家份公司 管理人员从事保安行业十年有余,拥有一批从事保安培训、管理工作经验丰富的团队 先喀什京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及各分公司有管理人员32名、在港保安人员1000多人、公司地址 喀什市西域大道143号 喀什京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训练及执勤动作规范 科目一单个军人队列动作规范 训练前的准备工作 在训练前按照高个子至矮个子的顺序 集合整队、整理服装、报数等 每一个科目下达时在邵西的基础上下达 当听到口令或内容名称自行立正 一立正、邵西、跨立每一个动作做两遍 上,条 mij tomato,举 ?! 江峰躺仙、闭東、滑西 下达! 大打! 下达! 高虎! 下达! 大打! 开! 拍! 大打! 替翻! 2.停止键转发每一个动作做两遍 三行进与停止止做其步行进与立定跑步行进与立定每一个动作做两遍 3.停止键转发每一个动作做两遍 3.停止键转发每一个动作做两遍 4.蹲下雨起立每一个动作做两遍 4.蹲下雨起立每一个动作做两遍 5.脱帽戴帽加帽每一个动作做两遍 4.蹲下雨起立M8.蹲下雨起立ệt 3.蹲下雨起立mm 3.蹲下雨 7.蹲下雨起立 6. 敬礼与礼壁,戴帽敬礼做两遍,脱帽敬礼做两遍 10. 敬礼,戴上 10. 敬礼,戴上 10. 敬礼,戴上 科姆一单个军人队列动作演示完毕 科姆二执行动作规范 交接班是有两种一是领班员带领交接 二是自行交接 大的单位配备的保安员数量多或窗口单位 使用领班员带领交接 小的的单位配备的保安员数量少的单位 使用自行交接 领班员带领交接班前的准备工作 一分队长或中队长的带领下接班人员 在指定的位置集合列队二整理队伍 点名整理服装及检查装备三领班分队长或中队长 强调明确各自工作任务 交代最新工作安排 分别带领去各自的岗位大门口 人行通道等各执行岗位 四列队齐步走带入各自的工作岗位 领班员带领交接班工作应注意事项 一队伍到了指定岗位后分队长或中队长统一下达口令开始交接 接班的人员起步走到下班的人员面前面对面接班的人员先敬礼等下班的人员回礼后采礼币 XX同志时间已到请您下班 下班人员回答XX同志时间已到请您接班再向互敬礼 二接班人员和交班人员在指定的位置进行交接 接班的人先敬礼说XX同志时间已到请您下班准备下班的人员回礼后 回答XX同志时间已到请您接班 统一右跨一步向前走三步统一向 不是立岗少尉 站的时间太长了也可以坐下 但是要注意坐姿 注意公司形象 服务单位大门口领班员带领交接班动作 但是要注意清理好 还借着 好的 agneundy星书 重点 出来 importance 房间 交接 replaces 交接装备 交接通信器材 交接值班式固定资产 交接值班式卫生等候相互签字 人员通道交接班动作规范 当班班长和接班班长交接班动作规范 交接通信器材、执法仪、当班发生的问题和需要提醒的工作等 当班中队长和接班中队长交接班动作规范 交接通信器材、执法仪、当班发生的问题和需要提醒的工作、执班本子等 杉矛队长、编辑山、广队长、范畜ões、经典 front 拍照 中国的电视力 되고 这个立场反应 数学aksег 穿上 滑晓身 早知 想想想想想意 下班后的工作小节 一 讲评本班执勤及工作中表现好的个人或好的方面 二 指出或强调存在问题和整改方法 三 提醒下班回家路途中的注意个人安全 四 解散 三 二 这一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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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照顾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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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医生典体加分 并根据代理 有三个确件给大家指示一下啊 第一 来拍摄 二 人员通道没有认真的检查 没有东西啊 一 打不立刻 点到那个人的名字或序号时 立刻立正 点下一个人自行扫兮 科目二执勤动作交接班也 科目三服务单位大门口执勤动作规范 一 首先示意停车 二 走进驾驶员车门 行李 问候 说明情况 可以进入 则说明需检查内容 及车内其他人员需下车等 不能进入要解释说明原因 三 根据防疫要求检查健康码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单位要求 例如同市绿码 有的单位只要是绿码即可 有的单位绿码也必须是三天以内的 方可进行扫码 黄码 黄绿码不得再进行扫码 且一律不得进入 四 根据防疫要求进行车辆消毒 五 同时进行安全检查 分别车内及后尾箱 有必要时还要打开前引擎盖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维稳安保规定的危险违禁物品 例如刀具 易燃易爆炸物品等等 如发现有异常情况 及时与警务占联 六 其他根据服务单位特别规定和要求执行 科目三服务单位大门口之 科目四服务单位人员通道工作动作规范 一 根据防疫要求 首先检查健康码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单位要求 例如同是绿码 有的单位只要是绿码即可 有的单位绿码也必须是三天以内的 方可进行扫码再准许进入黄码 黄绿码不得再进行扫码 且一律不得进入 二 进行维稳安检 包裹 行李 背包示意通过安检机检查 有必要时要开包检查或复查 人员通过安检门和人工金属探测 以检查 必要时取出身上及口袋内的物品检查或复查 三 其他根据服务单位特别规定和要求执行 五 离开单位时 监督好再次先看码 再扫码 科目四人员通道工作规范 科目五 服务单位内巡逻岗位的动作规范 一 第一名拿盾牌 持盾牌为右手 中间的人拿井棍 后面的人拿盾牌二 穿戴好防刺服 头盔 工作正三 巡逻以七步走形式进行 盾牌或井棍统一拿右手 右手不能摆臂 四 开展巡逻 巡逻时注意形象 抬头挺胸 腿要勤 眼要亮 精神面貌要好 警惕性要高 巡逻中发现异常情况 立即警戒站位 及时相关领导如实汇报 情况紧急相关治安刑事类的情况 直接打电话110指挥中心来处警 保护好现场 配合民警处理案件 科目六 加油站 加气站等小单位的执勤动作规范 一 提前10至15分钟到岗位 二 处理好个人一切事情 三 穿好个人衣服 装备 工作正 特制定的地方穿好防护服等 四 参加服务单位交接班晨会 听取相关工作安排 与服务单位人员一同进行交接班 五 在此之前 交班人员坚守岗位等待交班 接班人员没有正式接班之前 交班人员不得离岗 六交接班相互对接好所有值班装备 通信器材 卫生等后再签字 加油站 加气站等小单位 检查及消毒车辆规范动作 一 首先示意停车 二 走进驾驶员车门 行李 问候 说明情况 可以进入 则说明需检查内容 及车内其他人员需下车等 不能进入要解释说明原因 三 根据防疫要求检查健康码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单位要求 例如同是绿码 有的单位只要是绿码即可 有的单位绿码也必须是三天以内的 方可进行扫码 黄码 黄绿码不得再进行扫码 且一律不得进入 四 根据防疫要求进行车辆消毒 五 五同时进行安全检查分别车内 及后尾箱 有必要时还要打开前引擎盖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维稳安保规定的危险违禁物品 例如刀具 亦燃疫爆炸物品等等 如发现有异常情况 即使与警务站联系 情况特殊也可以直接110指挥中心报警 六 其他根据服务单位特别规定和要求执行 科目六 加油站 加气站等小单位的执勤动作规范演示完毕 保安员基础动作规范 依绍吸的两种方法 一是移动脚或方向有变动时 下达绍吸的口令 小催不绍吸 二是没有移动脚或没有方向变动时 下达绍吸的口令 直接绍吸 一 二移步 右夸一步 左夸一步 向前一步 三队形变换 一列横队变二列横队 二列横队变一列横队 三队形变换 纵队的队形变换 四方向变换 四方向变换 保安员基础动作演示完毕 保安员基础动作演示完毕 两人乘横队起步行驶 两人以上乘纵队行驶 三人以上必须一个人带队行驶 十人以上乘两路 根据人员数量带队的指挥员实际情况 来适当调整也可以 保安员礼仪 在室外中遇到直接领导或上级领导时 先靠右让路 再举手礼 进来领导办公室时 先敲门三项或打报告 让您进来时 再进来办公室先敬礼 任务受领或办完事后敬礼 表示感谢后再离开办公室 自信 当保安员执勤动作规范流程包括 单个军人队列动作 执勤交接班动作 服务单位大门口执勤动作 人员通道动作 巡逻执勤动作 加油站 加气站执勤动作 保安员礼仪 保安员基础动作等七个内容 是我和我的同事们 经过十几天的努力和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共同完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保安服务公司作为企业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保安服务业经营 发展战略有提供了新的课题 这是喀什金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送给从事保安行业者的一份心意 献给上部很成熟的喀什金顿保安公司 全体保安员 在这一套视频规范教材撰写或拍摄过程中 如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甘心情愿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教导 最后给我们帮助和关爱的公司领导 同事们 支持与配合训练的喀什地区第二医院 全体保安员同志们重心得表示感谢 希望喀什金顿保安同志们对自己严格要求 从我做起 在很普通岗位上努力工作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喀什金顿保安员 即为了付出社会的安宁而努力奋斗 2021年2月